把鏡頭轉到歐洲 要帶您看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區 有在乳牛的脖子上面 掛牛羚的傳統 但是對外地搬來的人而言 牛羚在晚上也響個不停 簡直是難以忍受的噪音 而當地政府左右為難 只好用公投來決定 這項傳統文化的未來 牧場上乳牛悠閒的吃草 脖子上的牛羚叮噹作響 瑞士的田園風光 不只吸引外國遊客 不少當地人也從都市 搬到像是阿萬根這樣的地方 但沒想到的是 放牧牛群的鈴鐺聲 成為靈里之間的噪音紛爭 引發一場保護傳統文化的討論 全村也將公投決定 是不是要限制牛羚的使用 不過面對音量不小的鈴鐺聲 想到晚上也不停 噪音投訴越來越多 有的居民希望四主可以在晚上把牛羚卸下來 避免擾人輕夢 事實上被形容為阿爾卑斯之聲的牛羚 原本是讓農人能在夏天追蹤山區草原的牛隻 儘管現在可以用GPS定位 但是充滿在地特色的牛羚 已經成為當地農業難以割捨的傳統 牛羚公投將在明年六月進行 阿萬根村長表示 不管公投結果如何 如果法院發現牛羚在晚間的音量 超過噪音水平 還是有可能命令有爭議的四主 先把牛羚拆下來 公視新聞 江文編譯